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先生 已经十二个小时 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 上帝呀 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艰难的决定 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十二个小时 我们讨论了六十五次都没有通过 现在 我再最后问你们一次 同意外卖点黄焖鸡的举手 三票 同意点麻辣烫的举手 该死的又是平票 先生 我们点外卖已经点了十二个小时了 预算只有二十 我们必须在黄焖鸡跟麻辣糖之间做出抉择 我建议直接选上线 这不是多了一个水项吗 这不是多了一个水项吗 你加个兰州拉面 为什么不是烤冷面 鸡蛋罐饼不行吗 小馄饨 小馄饨 好了好了不要炒了不要炒了 点外卖已经十二个小时了 我有一个提议 保证在内的各位都能满意 螺蛇粉怎么样 螺蛇粉的味道 当我没说吧 那叫螺蛇粉 螺蛇粉 我查过百度百科 螺蛇粉 我有一个广西的表哥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有研究表明 常年吃二十元以下外卖 窜息的概率高达98.95% 不是你吃过外卖 你点过外卖 我都点二十元以下的外卖 我还在乎他窜不窜息 那你窜不窜 你窜不窜 不是你吃不吃 别吵了 瞧瞧 瞧瞧你们像什么样子 你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我们已经讨论了十二个小时了 我们去的是黄焖鸡 我们去的是麻辣汤 我们不 我们去的是碳水 是打米饭 唉 哈哈哈哈 Ja 醉我建议二十块钱 全点米饭 不是 啊 我是卖什么 还记得那首下饭的orc吗 哈哈哈 吃米饭的小姑娘 一天能吃一裸筐 每天晚上十二点 不是米饭就心慌 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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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地采 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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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 拍摄 stains 嫌什么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猜别拱 点米饭 二十万米饭 下单 这也太呸了吧 干吃米饭不干吗 干 1947年 在东方一个平级的小山村 有一个小姑娘 她有一个梦想 就是让所有人吃米饭的时候 嘴里不干 她就是 小干妈 哦 妈妈 哦 米饭 下单 好的 二十碗米饭 下单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怎么了 先生们 我要宣布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米饭单点不配送 这个是哪个定的规矩 先生们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要不要挑战一下螺蛳粉 哈哈哈哈 但我没说 不要纠结了 就点麻辣烫 你再加份辅竹 大米饭 螺蛳肉 西红柿 番茄 好 好的先生们 现在一共是二十九元 还差一元 我们就能够享受 我们三十减十元的优惠了 哎 矿泉水多少钱 矿泉水一元 加矿泉水 好的 先生们 加凭矿泉水 总价变成了八十五 超预算了 二十九加一不等于三十吗 啊 先生们 矿泉水是打折的 打折就不能满减 满减就不能打折 这是规矩 不是 老子这辈子没有打过 这么不富裕的战 不是我们 无能是平台太狡猾了 息怒 息怒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能不能 不能 先生 不要满减了 十九万大米饭 一瓶矿泉水 下单 好的 下单成功 不够 不够 十二个小时 太棒了 没有起手接单 上帝 我早说过 点螺蛇粉 点螺蛇粉吗 拖下去 拖下去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总统先生 螺蛇粉 加酸笋 螺蛇粉 记得要加酸笋 为什么 为什么会没有 提手接单 为什么 二零二一年 我们在大厂路下 这家店就在楼下 就没人愿意下楼去取一下吗 这还下楼 我下床都费劲 还下床我翻身都费劲 还翻身我翻身都费劲 还翻身我喘气都费劲 还喘气我活着都费劲 到底谁能把这个外卖 给我取回来呀 你弄外卖到了 谁 谁取的外卖谁 谁取的外卖谁 到底谁能把这个外卖 我活着都费劲 到底谁能把这个外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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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